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计算机的体系与计算机的结构 这节课的内容分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弗诺依曼体系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现代计算机的结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弗诺依曼体系 弗诺依曼体系怎么理解呢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弗诺依曼就是把程序指令和数据 一起存储的计算机的设计概念结构 这个就是属于弗诺依曼体系的一个定义了 弗诺依曼体系可以说是学习计算机基础重要的知识点之一了 那么为什么这个弗诺依曼体系这么重要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弗诺依曼体系它诞生的整一个过程 在前面学习计算机的发展历史的时候 我们也介绍了早期的计算机呢 它仅能运行固定用途的程序 咱们理解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个计算机 它仅能运行数学计算的程序 那么它就不能拿来当作文字处理软件 它也不能拿来玩游戏 如果这个时候想要改变这个计算机的程序 让它能够进行别的功能 我们就必须更改电路 或者说更改结构 甚至重新设计这个机器 而在当时呢 所谓的重写程序 并不是指现在重新编译一个程序这么简单 这里面所指的重写程序 指的是重新设计整一个计算机 接着制定工程细节 再施工把机器的电路配线等结构进行改变 那么这样子的计算机就很坑爹了 如果说我们的计算机只能用来打游戏 不能用来写代码 或者说只能用来写代码 不能打游戏 那么我们就不能先打一会儿游戏 再写一会儿代码了 所以说这样子是非常不合理的 于是冯诺一曼这个小伙子 就想着把程序给存储起来 然后在设计底层硬件的时候 不再是设计专有的电路 而是通用电路的设计 当我们需要运行某种程序的时候 我们先把这段程序 翻译成电路能够理解的语言 然后让通用电路去执行相关的逻辑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冯诺一曼体系它的核心概念 存储程序指令以及设计 通用的运行电路 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就了解了 弗诺一曼体系它是怎么样诞生的 如果能够理解弗诺一曼体系 给计算机领域带来的最大改变 我们就能理解弗诺一曼体系 它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了 由弗诺一曼体系所延伸的 存储型计算机的概念 改变了之前所提到的糟糕的一切 藉由创造一组通用的指令级结构 并将所谓的运算转化为一串 程序指令的运行视节 让整个计算机更有弹性 借助将指令当成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态数据 一台存储型的计算机 可以轻易的改变其程序 并且在程序的控制下面 改变运行的内容 改变的时候不需要重新设计电路 不需要重新的改变计算机的结构 那么这一个就是弗诺一曼体系所带来的贡献 由弗诺一曼体系所指导完成的计算机 有五个重要的组件 首先弗诺一曼体系 它必须要有一个存储器 这个存储器是用于存储运行的程序 以及运行所需要的数据的 同时它必须有一个控制器 控制器怎么理解呢 因为我们需要存储程序 就需要知道执行到哪一个程序 下一个程序执行什么 那么这一切的操作就需要有一个控制器 来控制这里面的流转了 同时呢 还必须有一个运算器 运算器就是负责完成运算的操作的 同时呢 弗诺一曼体系 它还需要一个输入设备 以及输出的设备 有了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 以及前面所提到的存储器 控制器 运算器 那么整一个弗诺一曼体系结构的计算机 就能运行起来 我们现在所有使用的计算机 从本质上来讲 都是弗诺一曼机 包括我们使用的比这本电脑 台式电脑 或者说是普通服务器 迷你计算机等等的 都是属于弗诺一曼机 这一点是需要大家所记住的 那么由弗诺一曼体系 所指导完成的计算机 它必须完成哪些功能呢 我们可以从现实的计算机例子 来找到一些启发 第一点就是弗诺一曼机 它能够把需要的程序和数据 送至计算机当中 这一点我们需要通过 输入设备来实现 包括我们的鼠标 以及我们的键盘 第二点 弗诺一曼体系的计算机 它能够长期的记忆程序 数据 以及中间结果 还有最终运算结果的能力 通过记忆 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运算 这个功能呢 是依赖 弗诺一曼机里面的存储器来实现的 接着是第三点 它必须能够具备 算术 逻辑运算 以及数据传送等数据加工处理的能力 那么这一点呢 是由运算器 控制器所完成的 最后第四点 弗诺一曼机 它能够按照要求 把处理结果输出给用户 这一点是需要我们的输出设备来实现的 包括我们的显示器 或者说打印机等等的一些设备 那么这四点 就是弗诺一曼体系结构的计算机 它必须能够完成的四点工作内容 按照这里面的理解 我们也可以来看弗诺一曼机的一个结构 这一个就是弗诺一曼体系结构计算机的一个示意图 在这里可以看到有必备的五个元素 输入设备 存储器 运算器 控制器 以及输出设备 输入设备呢 它完成用户数据的接收 把用户所输入的数据进行一定的处理 送到运算器里面去 接着运算器 协同存储器和控制器 完成相关的处理和操作 最后把相关的处理结果送到输出设备 通过输出设备返回给用户 那么这整一个过程 就是计算机所处理的过程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控制器它不仅仅控制了运算器 还控制了存储器 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 所以说这个控制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之一 这里面控制器和运算器 它所能组成的一个结构 我们称之为中央处理器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CPU 这一个示意图就是早期缝诺一慢机的一个示意图了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存储器和这个CPU是分开的 把存储器和CPU分开并不是一个好的结构 怎么说呢 因为把这个CPU和存储器分开会导致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缝诺一慢平静 缝诺一慢平静 怎么理解呢 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表达 就是CPU和存储器速率之间的问题 没有办法调和 因为CPU它的处理速率一般都是比较快的 而这个存储器呢 一般都没有CPU快 这样子呢就导致一个问题 CPU经常的空转等待数据的传输 因为CPU的处理速度很快 而从存储设备到CPU的传输速度没有那么快 这就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发生 这个问题的增转就是 CPU经常空转来等待数据的传输 这样子是非常浪费资源的 因为把CPU跑满 才是充分利用计算机的一个表现 既然我们都知道了这个缝诺一慢平静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现代计算机的结构 现代计算机的结构 从本质上来讲 还是这个弗诺一慢体系结构里面的计算机 但是它在原有的结构里面 进行了一定的改变 来解决这个弗诺一慢平静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习 怎么样解决弗诺一慢平静 现代计算机的结构 现代计算机呢 就是在弗诺一慢体系结构的基础上面 进行修改的 它主要是为了解决CPU和存储设备之间的 性能差异问题 那么怎么样解决呢 这一个呢 就是现代计算机结构的示意图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同样的包括弗诺一慢机 所必备的五个组件 输入设备 存储器 运算器 控制器 以及输出设备 跟前面不一样的是 这里面呢 存储器和运算器 控制器 它都在一个芯片上面 由此所组成的就是现代计算机的CPU 当然了 这里面的存储器主要是指围绕着CPU的高速设备 存储器从广义去理解的话 可以理解为是可以存储数据的介质 这里面可以包括是磁带和硬盘 但是这里面所指的存储器呢 主要是围绕着CPU的更高速设备 包括CPU的寄存器 以及计算机的内存 那么这两个设备呢 就是围绕着CPU的更高速设备 现代计算机的结构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 以存储器为核心的结构 在这里面呢 关于存储器 还有非常多的知识 需要理解的 在后面 我们在别的章节 还会继续学习 这里面是怎么样 以存储器为核心的 好的 最后呢 我们简单的来回顾 这一节课的内容 分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弗诺伊曼体系 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了解 弗诺伊曼体系 它是什么意思 以及它是怎么样产生的 接着我们还需要了解 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现代计算机的结构 我们需要了解 现代计算机的结构 解决了什么问题 现代计算机结构的一个特点 好的 那么这几个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加油 感谢观看